军选集在台北举行了签名会 先前呢传出他和宣传之间的绯闻八卦 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买气和人气 先前原本预定在一点中要举行的签名会 却因为飞机的延误 所以delay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依旧是人潮汹涌 而除此之外呢 郑中基对于前一阵子所传出的一些传言 他要告诉大家自己怎么说 时间上周末下午三点半 人物郑中基地点台北华纳威秀影城 配合郑中基国粤语加新旧歌曲双合一精选集的发行 郑中基选择了台北与歌迷进行这场 全亚洲唯一一场与歌迷面对面的签名会 原定一点中的活动 因为飞机的延误 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开始 不过现场歌迷并未因为酒后而离开 好不容易等到了郑中基 签名会场中的数百位歌迷 齐声尖叫 呐喊着Ronald的名字 歌迷支持Ronald的心意 完全不为前一阵子 与女宣传传出了八卦新闻所影响 我自己不会很刻意去想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要 人家要相信也我也没办法 然后不相信的 他怎么样也不会去相信 所以我不会去很建议或者去担心 会不会有人来或者是人物会减少这样 强调亲者自亲 问心无愧的Ronald 与保利金照片公司的宣传人员感情如席 外界的传闻和揣测 并没有改变他平常带人接物的原则 面对最近的北短流长Ronald早在出道之初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一出道的第一天 然后就已经有想过 会因为当一个公众人物的话 当然会被人家讲 再讲一些话 然后我觉得有些人会讲好的 有些人的就是看你不顺眼 就讲一些坏的 那这个我已经自己觉得不能避免 而且我其实本身我是很喜欢唱歌 很多很多很多人看到我 或者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 突然有一个阵容器出来会那么红 可能就有人会演红这样子 我也觉得这个也有可能 但是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就没办法控制 那我觉得也不用去去很生气 我觉得歌我会照唱 然后喜欢听我的歌的朋友 继续支持我那就好 因为一连串马不停蹄的工作 曾宗基最宝贝的吃饭家伙 喉咙已经不声附和的起了水炮 为了体谅身带不适的Ronald 所有的现场采访媒体 都很配合的采取联访的方式 避免Ronald因为话说的太多 而影响了喉咙的保养 匆匆来去的曾宗基 勇敢的出面澄清传闻 也希望歌迷继续给予Ronald不戒断的支持 三里完全娱乐的采访报道 Ronald当天呢是来去松松只停留了一天的时间 不过在这边他也亲自签名送了我一张他的自己个人最新的精选机 让我这个做朋友的感觉相当窝心 以及 如此歌迷一点也不在乎郑中基曾传出的绯闻 因为他们呢都说他们欣赏的是他的歌 从英语绵绵等到阳光普照 因为香港搬机的延误 让郑中基的歌迷撑伞苦厚了两个多小时 这场Ronald精选期签名会才热闹展开 现场一二楼都有歌迷的踪迹 壮观的人潮证实了郑中基 并没有被堕胎的绯闻击到 而他自己其实也相当有自信 我自己不会很刻意去想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要要 呃 人家要相信也没办法 然后不相信的他怎么样也不会去相信 所以我不会去很介意或者去担心 会不会有人来或者是人会很少 这份自信源自于歌迷的理性 因为他们尊重偶像的私生活 相信黄逸娇一定会很羡慕Ronald的 我们是喜欢他的歌 不是 我们不会去在意 但他的私生活 我们没有必要管那么多 我觉得 看他喜欢他哪一方面 他的私生活 没有权利去管他 而且料事如神的Ronald 早已明白人怕出名 猪怕非这句至理名言 我一出道的第一天 然后就已经有想过 会 因为当一个公众人物的话 当然会被人家再讲一些话 然后我觉得有些人会讲好的 有些人就是看你不顺眼 就讲一些坏的 那这个我已经自己觉得不能避免 他更不会因此刻意疏远身边的工作人员 虽然绯闻女主角凑巧缺席 由其他宣传人员定替 不会啊 其实我本来一开始跟每个人 比如说工作人员 或者是自己朋友啊 自己的助理啊 都是这样子 我不会因为某些事情去改变我自己的态度 让他心烦不已的 已经不是绯闻了 而是他的谋生工具喉咙 因为最近比较多演唱 在香港比较演唱 而且自己一直开始又练习 之前学习的一些 发生的那些卡带来练习 所以可能 累的关系 所以喉咙有发炎而长 长了一些水泡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吃药就好 郑忠基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英伦小天王 他们在意大利跟我们的联系 说到这个时间人物地点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华纳威秀影城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歌迷 要来这位人物的签名会 人物呢 就是Ronald郑忠基 不过郑忠基 听说现在呢 因为香港的飞机delay 所以呢 时间原定于 1点的签名会呢 现在记者上的手表 已经3点了 他还没有到现场 记者在现场 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 喝了很多杯咖啡 非常亢奋 想要等郑忠基 但是就是等不到 我就是必须要赶到 另外下一场 卫星连线不能迟到记者会 所以大家拜拜 对不起 真的大家等了很久 他晓得了 他现在尽快又在赶来 据唱片公司表示 郑忠基所搭的班机 因为安全检查 以至于delay 在这个非安 常出状况的时机 特别注重安全 也是无可厚非 再过了原定时间 两个钟头 又四十分钟左右 据称Rano安全抵达现场 这应该就是给 酒后多时的歌迷们 最大的安慰了 我觉得是要看时间 人物地点 因为时间对了 你就会拿奖 然后看人物就是 那件事 什么歌手 这是人物 然后地点就是 看在哪里拿奖 然后现在自己在 香港出广东的 竞选期 然后地点完全对了 谢谢大家